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小小小好 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您请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想到这个张日珊 平时的生活还挺潇洒的嘛 加班他还挺容易的 区区 呵呵 还有个小帅哥陪着 真好 对吧 滚开 你们龙外白是吃饭的地方 想不想做生意了 张会长 这么巧啊 不建议拼个桌吧 别着急走啊 昨天的事情 我们还没说清楚呢 张会长昨天还义正词眼的 今天倒一句话都不说了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都说张会长 你最尊重的 酒门协议 昨天吴老太太撒泼傻混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拉上一把 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是想要穷奇和酒门协会对立吗 你到底为什么要帮那小子 和吴山剧的人 你跟这个人都不说放在那一万 哎呀 我还不说 是哪儿 大 было 我大的 他人倒是不够用的 要是看不上他们 你看我行吗 好说 我们也是老相识了 古童金不是你一个人的 这个地方我们确定了 明天会是 anders 明天会说 怎么办 昌日山 你有种 以后我们锦上猪跟你傻不两立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办呀 三十六岁 走会上我 三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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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岁 三十六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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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코로说香港疮- Nan Punkt 拿你的东西吧 言我引得挺像嘛 辛苦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在帮你 你在调查我 从你跟离醋接触开始 再到你认识我 甚至 你追到这无参居来 你就已经不能置身事外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也不想听懂 总之我不想掺和到 你们这些什么 什么九门 什么骨同经 直接破事里边去了 那你为什么要调查这个人 因为 他们都是我医院的病人啊 你 认识这个人 认识 是 他现在在哪儿 你要打听他干什么 我 不能说 那我也不能告诉你 他在哪儿 你今天怎么那么小心眼啊 除非 你再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你先看看 把人 launch 他的 SI这 没有 都 falling 这个 你准备一些 古同晶 古同晶 我其实就是想知道 那个张启麟他现在在哪儿 我不想掺和到 你们这些事情里面来 但我要跟你说 这个人 跟古同晶也有关系呢 你是要说什么 这除了是两份 一样的设计图之外 你还能发现什么 果然是这样 这个四十年代的建筑 基本上是根据这张 古代的建筑图制造的 这些设计图 并不是同一个时期绘制的 不错嘛 观察得很细致 这些图是一九四五年 一个天才班制作的 我要让你做的 就是今天晚上 把这些图纸 全部都背下来 背下来 你疯了吧 我一个晚上 怎么可能把这些背下来 背不背随你啊 反正是你想知道 那个人的下落 如果我都背下来 你就告诉我 张启麟在哪儿 好 那个街那儿 接过来一条长廊 怎么可能记得住吗 不许偷拍 这些图很重要的 除了装在你的脑子里以外 绝不能带出这个房间 太难了 haa 有 我做一点 有 我有 昨天备得不错 东西我已经收了 吃饭吧 你做的 没想到你还会做饭啊 一个人生活久了 总要学点东西 打发时间 你还会做饭啊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不用一个人生活 我不愿意两个人生活 是不想看到那个人 现我而去 我不会 我算过命 我屁过八字 我可能活了 真的 你如果真想偿命百岁的话 就不要再找那个人了 不行 那个人 对我挺重要的 不是因为我喜欢他 是因为有别的原因 你还没告诉我 你干吗 你说错啊 我都背下来了 你还没告诉我 那个人在哪儿呢 还不行 你的任务还没完成 不是 我都背下来了 我背了一晚上 我现在 我现在脑浆都快蹦出来了 你不 你真的要找那个人的话 我就要确保你活着 并且能活着见到他 你知道的越多 你就越危险 你跟我走得越近 你就更危险 所以听话 这晚早餐回家 等你把事情做完 我会安排你们见面 张一神 你非得逼我 如果喜欢你吗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啊 我知道你们做得很好 能不能跟普通人在一起 我会努力的 我真的会努力 我会变得很强的 我会变得很强的 我真的会努力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祝福 我相信你 可如果真的等到那一天 你就不会想后会在一起了 再见 这是你个王八蛋 王八蛋 外面的同学 不要吵吵吶吶 我们提一课 提一课到操场去上 好 你刚才说什么 你想请假 你又要请假 再请假就高考了 是的 我还要再请一个月的假 不可能 你开什么玩笑 老师 我有非常急的事 那让你爸爸来跟我说 你想请假就请假 你这一句话就想走 你开什么玩笑呢 老师 老师 我爸他出差了 他真的过不来 那让你爸爸打电话给我 总之给家长跟我联系 我看你这一个月也歇够了吧 玩也玩够了 休息好了是吧 在你爸爸没来之前 好好在学校给我待着 老师 我真的有狠奇的事情 必须得去做 你别跟我说胡说些别的 进去 进去 你还站在那儿干吗呀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再说一遍 在你父亲没来之前 你哪儿都别想去 一遍 一个学生 到学校来不穿校服 你想干什么呀 让同学们看看 他穿的这是什么 你这是要到韩国开演唱会吗 赶紧回座位上给我坐着 快点 你们这题做得怎么样了 自习课 就是自觉学习的课 你们的父母 韩心如苦把你们养大 养到现在喂的是什么 盼望你们成龙成凤啊 你已经完全回不去了 是危险 你已经没有办法 再做普通人了 等你回到学校之后 你会发现 发生了很大的病 你会俯视身边所有的人 他们都是普通人 而你们的父母 却变得完全不一样 你们好好想想啊 你们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吗 对得起你们的终于姐妹吗 对得起老师们吗 对得起你的未来吗 你们的未来就要从现在开始 不管小邪对你做了什么 他都是有不可以的理由吧 可是我知道 我的小邪是不会做错事的 如果小邪请你帮忙 我希望你能信任他 奶奶呀 我跟你行个礼了 奶奶 您 您千万别 千万别 奶奶跟你行个礼了 以后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别做 你想干什么 赶紧给我做一下 一个月之前 我生了一场大病 久得死一生 但当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 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我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路子 活着浪费空气 死了浪费土地 为任何行为 都是在浪费世界 直到我出去看了看这个世界 我发现了 我也有自己的价值 我又不得已邀请家的利用 有一件事情 等着我去走 也只有我能走到 你都胡说去什么呢 老师 就一个月的时间 等我回来以后 我一定好好学习 听听小声 谢谢您这家 虽然我挺讨厌您的 但您的确是一个好老师 不要让老师发脾气嘛 我男生挺不好的 等我下次回来 给您带保健平 大哥 你快想想办法吧 我实在扛不住了 我还没说完呢 你怎么这儿想成这样啊 兄弟 我刚刚在学校捅了一个大脑子 太刺激了 我为了给你接快递 天天装病在家 落了多少结构都不知道 你去学校上课啊你 到时候你学校也知道了 这什么情况 人家说了 这只是第一车 一会儿还有一车呢 我房间里还有一车的量 一车大概二十个箱子 一共六十来箱吧 兄弟 不用继续搬了 怎么个意思啊 东西太多了 我们想把这些东西 运到郊区的仓库里 还得麻烦您再跑一趟 那可不成 我今天又不是 只送你们一单货 我要是送不完 需要被扣钱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 家里东西啊 实在是太多了 您理解一下 那你们赶紧找个仓库吧 没问题 我说你们这买的 都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这么大份啊 我说你们这 三四 飞罐头 我 我们两个 是开偷跑店的 你知道 卖人家得抽一小 这这这 这是什么啊 这这这这 是酸笋吗 这箱不是酸笋 这箱是道具 做得太逼真了 是不是 苏安 对对对 什么道具啊 娃娃的道具啊 吓着你了吧 我这哥们儿啊 是一个富二代 今天晚上准备开一个派对 所以才买了这些道具 是吧 对对对 我是富二代 我是富二代 不不不 这是这是道具 道具 哥们儿 你不会以为 这是真的人手吧 要不这样 到时候我给您一个地址 您直接把货送过去休息 去货我们自己来 您要是送不了没事的 我们可以找别家吗 就是那个钱 对对对 成成成 但是先说好啊 我只负责运 不负责办案 没问题 行 算 带些精神来 赶紧点谢好哥 他应该知道哪里有仓库 我们要抓紧了 这些兵一会儿就化了 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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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公司账面这么少 就这点零碎生意 主要现在公司 没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好货 不负责 想接大单 还是需要一些稀罕物件 撑撑场面 我不是让你跟李老板 和齐老板去去经贸 他们一样没宝贝 怎么挣的钱 别提他俩了 公司被他们坑得不轻 什么意思 前几天有个人 想买个明代的瓶子 李老板安排咱们公司 去帮忙鉴定 我想 就当有早没早打一杆子 多少是个尽想 结果这次被人给识破了 识破就识破了呗 就有什么大不了的 李老板那边耍赖不承认 还把土贷款给打了 被逼的主坑极了 就一定说这事 是咱们锦上朱主谋的 我们只是帮忙鉴定 为什么成主谋了 李老板人划得很 从头到尾没留下任何字据 结果买主 就拿咱们出的鉴定书说事 还说要举报我们 我怕事情闹大 就私了了这事 我早就跟你说过 要提防他们 这次买教训吧 老板 我不是想 咱们都是九门协会的人吗 从前有困难时 都互相帮助 那是从前 人心不顾 特别是我们女人 做生意更加得小心 不知道这心里的 和性急的 又在使什么坏呢 疼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你们先下去吧 你现在生意怎么样啊 你现在生意怎么样啊 根本拿不着什么好货 哪有像样的生意啊 你那边呢 差不多吧 想想当初 咱们九门协会红火那会儿 那是多疯狂啊 江南江北 只要我们一出货 那不是价值连城 它就是千金难求啊 再看看现在 管得也推紧了 吃着倒管得紧 你还乱来 谁乱来啦 前阵子你的人 是不是找我的手下 干了一桩土豪的买卖 那个呀 不是锦上猪的人认倒霉 赔钱摆平了吗 根本没摆平 那土豪找不着咱们的人 把咱们都举报了 不是 货家赔的钱 差不多够了呀 他还想怎么着啊 还想怎么着 陪我说 你的手下答案人就跑了 人家能咽得下这口气 你说说你是怎么教育手下的 这下人家都捅出去了 我看你怎么办 捅呗 又没什么证据 证据这种东西想找就有 你的手下也真是的 耍赖也不看看人 我又觉得知道这事了 好好好 好的好的 好好好 好 老李 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关系啊 你不总说你手眼通天吗 现在就得赶快找到关系 把这事压下去 这霍游雪可说了 要是把他逼急了 他把咱们的事都抖出去 你不想要去 你不想要去 有事儿 他们的事儿 还需要去 都不想要去 你得已不想 去 你不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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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要去 你不想要去 你不想要去 也这么说话吗 这儿一个人都没有 难道是天灾 是人为的 不可要是人为的 我们一路过来 从石头炸裂的痕迹 和树木烧毁的痕迹来看 他们应该是想要开山 炸出什么东西来 登临群 军头领导听众打了吉他吧 立马把某的阿比赎得利 军头领导是要离开在书画里嘎巴 一把笼巴里巴比 他说开山采石 是这片山里的首领干的 这个人身上有腥味 是鲜血的味道 而且功夫不低 那他肯定不是村民 记住 我们只有三天时间 大家路上小心一点 走吧 算了 打开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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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伯 又来一箱户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做生计了 让我拆一手呗 你笑什么呀 行不行就一句话 这仓库是我拥的 这最后一车祸 也是我给你拉的 这怎么也得 给我一份吧 给你一份 来 这份给你 这什么呀 这么凉 海鲜 最喜欢吃东西班的 最喜欢吃东西的 其中我 你第一个 要得 没有 厨 好 这个 怎么样 都搞定了吧 先把我这对拆了 能不能自己拆自己的呀 先拆我的吧 我的再也不拆就要臭了 来吧 快点 我数一二三 大家一起开 一二三 干什么 骗子啊你们这是 说好一起开的 不是啊 压力 你说要是手手脚脚的 我还是能忍 可是万一拆到那箱装头的 怎么办啊 我实在受不了了 要不那箱装头的 你自己拆 那我怎么知道 哪箱是装头的呀 合车不都是我拆吗 那也行 那我怎么知道 我们精神上支持你 算了 我拆吧 我拆吧 不过你们两个 不准走太远 哦 老师 我有特别急的事 我有非常急的事 你还没说完呢 怎么像成这样 是 我跟妈咱去说 偷你个大楼子 让他再来扫你大楼子 我跟你说过 要提防你 我跟你说过 要注意自己 我跟你说过 要注意自己 我跟你说 他现在在哪 不好意思 我要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找我感觉 一下子有个好位子 一下子有可能 这辈子 这就是这个子 你把它想起来 你把它想起来 背的时候 你要把他想起来 别用他想起来 对 这里是果实 还是这个 哪个地方 为什么 四十年代的时候 有人 要时间到那个 一千九百多年纪的地图 我们要跟这个 我不用讲 我不会 让我命 乒果八字 乒果八 我就不把他想起来 王 сти 蘇佑 乡 你们 等待他 生死人漆爱在手里 传说如回 曾是萨莫莉 这钱决定 可以 在一起 经历 白鸿 白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